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各位早晨 立場新聞 我們現在就在理大 就是啦 現場剩下的少一隻人數是相當少 有一班的人士 在早上說會分兩隊 在裏面巡邏 原本純純是巡邏 但其中一隊是首持美國國旗 有沒有國旗的首持人士 走到外面的位置 舉起美國國旗 剛好這位小姐就是在 靠哪個位置舉起 就大喊 然後對面 遠處也有警察 就說一些挑釁的 說話作回應 比如說舉高一點看不到 這樣 朝廷經驗就是這樣 就大喊 飛虎隊 黑小孩 暴龍隊 打小孩 黑龍隊 衹龍隊 鬼鬼頭 鬼頭頭 鬼頭 börjar 走開 這個位置其實剛才是在喊口號的小姐 昨晚已經在大便逛逛去 也有不少人 包括一些立口議員 還有一些牧師、校長等等 亦有跟她說的 當中亦包括葉建源 雖然昨天很多人都跟她 希望她們現場勸勸她們離去 但就不太成功 可見到她們今天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離去的意思 她們一般會有她們 她們的身體 她們是在這次的 她們是在說得太多 她們是在看她們的 她們是在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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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看到 基本上有示威者一拿起美國旗就走出外面 就已經馬上聽到有些警員用聲音回應 剛才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入外面是想射TG進來 所以現場的示威者是走避 但是當然在現場暫時聽不到 或者是看不到有TG射進來 但是由此也可以看見 就是這個警員們 都是對美大的環境監察得相當嚴密的 只要是少少的一些風景和變化 哪怕是清晨六點多的時間 也都是馬上會注意到 所以這邊是十分次序的一種 是十分次序地的食 boutique 是十分次序地的一種 但是這要是十分次序地的設計 就是十分次序地的配置 是十分次序地的設計 我可以看到過黑的衣服 是十分次序地的設計 是十分次序地的設計 就像會企業的設計 正式序地的設計 也就是一種次序地的設計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過現場的一個理大的狀況 是十分之凌亂 當然這個凌亂沒有任何變化 仍然是持續的 現場有一座位是三成群的都在 這些座位很多時候都是昨晚一些議員 或者一些人勸於現場時離開和他們聊天的時候 使用的一些遺作卓宜 當中很多的示威者確實在一些議員勸說下已經離開了 不過昨天這個夏志成牧師和香港大學校長張翔 也曾經來過 但也帶不到人離開 由於剛才那位人士已經回去了 可以進去 校園人裏面 暫時都不會見到有這個 警察有這個比較近距離的 往來的狀況 暫時直播是去到這裏先 大家早晨 希望今天是剛剛一天生的開始 可以大家都活得好一些 以及繼續關心立場新聞 多謝大家